今天我骑着它的小摩托车 它这个摩托车非常小 也是个本田的吧 我看看清楚 一个小毛驴 然后带着它回家 今天太阳还是蛮大的 今天外面白天的时候 有35度了 刚刚擦了防曬霜 你看我脸上晒得非常黑 当然只有一个头盔 好了 回家了 Hello Say hello to my friends OK 后面都是个工人 这些都是缅甸的工人 这些比较长 比较长 他们现在也下班了 好 终于发现了一个卖榴莲的 之前我是在它的摊位买过榴莲的 以前是 你看现在是150 因为现在榴莲产量比较少 这个季节可能产量比较少 我们之前买的是100 最高的时候120 130 现在150 确实会有点贵 但是就这一家你看旁边都没有 啥也没有 然后我让它跟我买一个 比较嫩一点 我比较喜欢吃稍微嫩一点的榴莲 然后跟我挑一个 看一下它的小毛驴 小本田 蛮好开的 车子蛮好开的 车子蛮好开的 多少公斤 2万4 这个附近是一片工业区 所以现在是个下班的高峰期 所以人特别的多 你看大部分都是骑摩托车 这个榴莲一个也没多少钱 大概也就三百足吧 三四百足的样子 也就 看一下 让我试一下 哦 yeah very good 我喜欢这个 这个 算一下多少钱 how much say again 330 330 330 如果没听脱的话应该是330 怎么切榴莲啊 学一下学一下 首先分4个小半 分4个小半 那那个纹路工签那个地方分 分4个小半 然后再慢慢的切 一点一点的切 碰到同事了 还有个同事住在这里 好 第一块 这一个小块 这一块2公斤 看榴莲不是特别黄 因为榴莲比较深 我比较喜欢深一点的榴莲 所以看起来不是特别黄 这边应该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看起来比较熟一点 太古人 不得不承认太古人他们会买水 会买水 还想和我们买料理 好 好 一包 一到就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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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蛮多的 估计都有两斤 肉就有两斤左右了 蛮多的样子了 这个肉应该还不错吧 还有蒜吗 330 670 还有计算计算一下 330猪 我给了他1000猪 他们一天估计 现在吃榴莲的好像比较少 之前在这里买榴莲 非常非常多的人买榴莲 还得排队 现在价格比较高的原因吧 How about this? Not good 可能只要我喜欢吃这种吧 比较脆的榴莲 他们都不喜欢吃这种榴莲 好了回家 要吃榴莲了 让他带我吧 我要坐后面了 看一下 虽然有点关系 还有点关系 来一下 这个是工业区的艺术学校 好像是一个中学吧 应该是一个中学 有一期视频拍的就是一套别墅 就是这个别墅 看你们又是的 现在修的差不多了 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就注意他都是对面 这个里面 这里包含的非常好 包含的非常好 每次进来还给你进个里面 这就是他的家 这就是他的车 这就是他的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